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倩倩的化妆间了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平常的这个护肤的顺序好了 我平时护肤的顺序会先把脸清洁干净 然后呢我就会先附上一片我们的小白皮面膜 然后等它都吸收以后呢 我会在涂上有一层光感小白皮的精华 因为其实面膜它也是精华嘛 那它附在脸上然后它需要再给它相当于像加固一样 然后让它的功效加倍 所以说一定要再用上光感小白皮 然后再加上一层这样的话也会锁住属肾 桌子上有好多这个白皮都是我们的美白精华 你比较常用的是哪一层 我比较常用的其实就是光感小白皮 就是像比如说皮肤暗沉啊好奇比较重的都是蛮适合的 那其实这个光感小白皮就可以帮助大家去黄对不对 去黄然后提提亮气色 这边还有淡斑小白皮 淡斑小白皮其实我是比如说夏天特别夏天 然后日晒比较多的工作以后我就会马上用它 不光是我晒伤了以后我晒出班以后再去用 而是平时比如说像痘印有痘印的 我们也可以去用的 刚才倩倩有提到这个小雅琳对不对 那其实对这个小雅琳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呢 它就是会帮助精华会更容易吸收啊 我还知道它有个名字叫这个小雅琳七千 是每分钟可以七千下 每分钟七千下耶 就想一下我们刚才无论是你用哪个精华对不对 在脸上涂完之后你再把它轻轻地放上去 然后来做一个我们叫欧脸好像有一个叫见面操是不是 见面操这样子 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苹果肌 是苹果肌这边滑圈 然后要往上提拉 然后这边也是往上提拉 往上提拉 对 好所以刚才我们先前说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护肤过程 那说到面膜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面膜跟大家种草一下 有啊有啊 像我最常用的小白皮 现在有小白瓶面膜了 那这个小白瓶面膜跟小白瓶有什么关系 是光感小白瓶 对就是光感小白瓶的精华 有大半瓶吧都在这个面膜里 一片就有大半瓶的这个精华在里面 还加上我们刚才说的小雅琳七千对不对 来帮助她吸收多重保障 就暴晒之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个面膜先敷上去 对对对就是晒后修复嘛急救面膜 那么最后我觉得要把最后的时间交给倩倩 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say goodbye吧 今天很开心 下次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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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